宝贝老板的Buzz Baby是一部由ZreamWorks Animation制作的动画电影 月2017年上映 电影讲述了一个宝贝老板的故事 他来自天堂 被派遣到地球来执行神秘任务 这项任务与一家名为Pubbiko的公司有关 他需要调查这家公司的计划是否威胁到宝宝们的愉悦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与七岁的哥哥题目合作 展开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冒险 这部电影充满了趣味性 尤其是将宝贝老板的形象设计得非常有趣 他有着一张成年人的脸和一个可爱的宝宝身体 这种反差造成了很多有趣的场面和笑点 此外 电影还有很多优秀的配音演员 其中包括亚历 豹德温和吉米卡摩尔等知名演员 除了幽默风趣的场面 电影还包含了一些感人的情节 例如宝贝老板和提姆之间的兄弟情谊 以及他们要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 这些情节让观众在观影的同时感受到了温暖和感动 总部电影不仅能够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也能让大人们享受到欢乐和感动 是一部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观赏的电影 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 也是一部关于家庭和友谊的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 让观众体会到了爱和关怀的力量